人生小站 欢迎您来到人生小站 停下匆忙的脚步 一起品味人生 第五十二站 真正的中国 真正的中国 不是爆发户中国 真正的中国 不是突然发现自己有钱有势 趾高气扬 动辄威胁 恐吓令人瑟瑟发抖 高高在上 可怕霸道的大秦帝国 真正的中国 是谨守中庸之道 温良恭俭让 唐太宗 宋人宗 客气宽容 让人打从心底 喜欢敬佩的 偏偏君子之国 不是一切 唯我独尊 让其他国家 害怕厌恶恶对抗的 法西斯帝国 真正的中国 真正的中国 是中庸之国 不是自我中心之国 热爱中庸的中国 追求王道 近月远来 反对极端的中国 厌恶流氓 土匪 战狼 真正的中国 爱好和平 忍耐 由人民决定 政府能做什么 不能做什么 不会遍布警察 军队 不会欺压 严控 百姓 不会决定 人民能做什么 和不能做什么 真正的中国 是信任 尊重人民的儒家 不是宁可 错杀一百 也不放过一个的 法家 真正的中国 是人民 有自由 选择尊严的国家 不是只能 定于一尊的 专制独裁国家 真正的中国 允许百姓 说真话 不是只许百姓 歌功颂德 为命适从的国家 真正的中国 允许百家争民 不是独裁者 一党专制 一个人的国家 真正的中国 是有许多 真心朋友的国家 不是只和流氓 暴徒 结盟的国家 真正的中国 不是孤方 自赏的铁木 真正的中国 不会只 富国 强兵 而会全力 追求 人民的 幸福 真正的中国 不会只追求 政党权贵的 幸福 而会让人民 自由决定 自己幸福的 内容 真正的中国 是没有皇帝的 民主法治国家 祝福您 平安 健康 快乐 谢谢您 זו 明天 忍